德云社儿图和爱图之间的纷争已经停歇很长一段时间 很多人都以为儿图和爱图都已握手言和了 然而并没有 近日德云社烧饼在社交平台上发文 并艾特了时代少年团的贺俊林 表示自己收到了来自贺俊林的礼物 还很谦虚的配文称 谢谢弟弟哥哥认真学习一下 本来网友们还在羡慕烧饼 可以得到贺俊林的亲笔筒签名 谁料评论区里面话锋突转 副总鸾云平也酸酸的来了一句 你懂吗 又瞎管人家要东西 网友直呼儿图爱图的纷争又开始了 当然烧饼也是聪明 直接对鸾云平来了一句 礼尚往来懂吗 我拿腰果换的 烧饼鸾云平可以说谁都不服谁 作为德云社的演员 在嘴皮子上可从来不吃亏 但没想到 前一天刚批斗烧饼 瞎管别人要东西 第二天 鸾云平也收到了贺俊林的笔筒签名 还晒出了两人笔筒的对比图 一边向贺俊林发出邀请 表示有机会来看德云社相声演出 另外还会给你买好吃的 一边喊话烧饼 表示这次我可能又赢你了 你看贺俊林在赠送给我的筒上 写的字比你的多 而看热闹不闲事儿大的贺俊林 也在下方评论 饼哥你看看 人都管饭了 这你不能输啊 还特别表明 烧饼和鸾云平两人 心理年龄加起来 也不到17岁的人 伴嘴是他俩的事儿 可不是他挑事儿 鸾云平也在下方评论道 别说腰果了 直接烤俩大腰子 这是直接开始内卷比拼的节奏啊 这腰果分明就是指烧饼 送给贺俊林的腰果 而不服输的烧饼也是直接说道 他请你吃腰子 我请你吃炉煮 胜负心太强 如今看来 贺俊林才是最大的赢家啊 本来以为烧饼送完腰果就没有了 没想到还白饶一顿炉煮 完全是赚到了 当然儿徒和爱徒的纷争 也让粉丝们最喜欢看的 如今 德云社跨年专场在月底就要上演了 希望今年的跨年 烧饼曹贺阳能够同台 给观众带来快乐 当然也有网友表示 也希望烧饼 鸾云平 于谦 这三位再来一次儿徒爱徒 毕竟大家也期望烧饼 能在这场争执中翻身 能够赢鸾云平一次 5 6 6 6 7 7